大家好,欢迎来到CubeCon我们这一场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 以一个一致的体验去构建和管理跨集群、跨环境的应用 然后本场这个分享会由我和我的同事来给大家一起共同的介绍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孙建波 我来自阿里云 然后后面当我们介绍到这个OCM部分的时候 会由我的同事逢涌给大家深入的介绍 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Cubella,一个是OCM Cubella是一个简单易用并且高可扩展的应用交付系统 它可以用于交付如今的这样一个混合环境多云多环境的这样一个部署结构 它是一个声明式的应用交付项目 它可以天然的支持GitOps的这样一个模式 同时为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围绕开发者的 以应用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一致的应用交付体验 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CNCF的一个开源项目 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这样一个地址去访问和查看 然后对于Cubella的用户而言 它们通过这样一个CI的系统 也可以对接像Jagons, GitLab这种模式 也可以走GitOps的模式 然后通过Cubella做这样一个资源的渲染编排 最后可以交付到不同的集群,不同的云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Cubernetes的这样一个生态里面 大家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CICD的这样一个系统 可以把现在大部分典型的这样一个CICD的模式 称为一个CIOps的模式 这些模式尤其以GitLab,Jagons对接KBiOS为主 这些模式它们从传统的模式演变而来 但是它其实存在一些所谓的anti-pattern 为什么不正确呢 它这里面有几个大的问题 首先它是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 它里面有好几个流程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经典的CICD的流程 就是Ci和CD其实是用的同一套模式 所以我们在CI系统里面也会配置这样一个KBiOS的API Server的权限 然后KBiOS的API Server在部署到这样一个YAML或者Helm Upgrade以后 其实我们就会去自动的去读取这样一个镜像仓库 或者这样一个Helm Chart的仓库 这种模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好多地方其实是权限是比较混乱的 尤其是最主要的是CI系统里面它持有了所有的KBiOS集群的权限 如果不控制好这里面的权限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引发故障的 比如说误删了某一些存储 误删了某一些容器的资源等等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所有的体系通过CI的这样一个管道流程去部署的时候 容易出一些配置飘移的程序情况 就是你的这样一个CI的系统它可能会部署到不同的KBiOS集群上面去 那你的KBiOS集群有一些可能已经配置好了 部署好了 有一些可能由于CI的系统它运行出错 然后它可能配置失败了 或者说没有部署成功 那这个时候在系统比较庞大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有上百个集群的时候 你可能就无法正常的工作了 因为它有一些配置可能和你这边CI上面跑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它出现了大量的这样一个配置调移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和配置飘移相似的 我们的CI系统对接到 比如说你通过Jagons部署到N个这样一个KBiOS集群以后 其实你在集群里面部署的这样一个工作负载 它到底有没有成功 你的CI系统根本不去关心 也就是说它只是负责把这个东西apply 部署到这样一个KBiOS系统里面 然后就不管了 那这个时候很多情况下它其实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那这个时候一般的这样一个传统的CI-CD pipeline 会说这个事情是你的PaaS平台要关心的 你的PaaS平台需要去提供这样一个可观的性能力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需要重新 那这个时候假设我们有一个PaaS系统 它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吧 部署失败了 OK那这个时候要么你重新走一遍所有的CI流程 比如说你可能要部署到N个集群或者重新配置一下某一个动作 再重新部署一遍 那这里面可能出现一次新的不一致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的动作其实都是人类控制的 它没有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也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守护的模式去说 一旦这里面部署失败了就去重新部署 我们知道K8S的这个模式全都是声明式的 我会不断的去通过一个控制循环 保证这样一个工作负载的正确性 但是在应用交付这一环其实这里面就缺失了 我没有一个传统的CI系统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东西去保证你的这个交付的正确性的 然后更更复杂的情况其实是出现在混合环境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语音 不同的这个集群不同的环境 是当这个体系变得非常的庞大以后呢 其实是很难管理的 它的这个复杂性会非常的高 那Cubevilla会用什么模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Cubevilla它是天然和GitOps的模式呢 可以匹配上的 到了Cubevilla这里呢 Cubevilla可以把这个和集群 K8S集群交互的所有的权限啊 它收敛到Cubevilla这里面 然后呢CD系统呢 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个Cubevilla来管理 然后Cubevilla会读写这样一个代码 这个管理这个部署配置的一个代码仓库 然后呢这个配置由这个Cubevilla来 呃部署到这样一个K8S系统里面 并且Cubevilla还可以将你的这个配置呢 部署到不同的集群里面去不同的云上啊 比甚至是边缘的环境 那Cubevilla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所有的这个配置呢 都是通过一个呃Cubevilla的一份压谋文件 就是一个应用交付的一个配置来管理的 然后呢Cubevilla作为一个Kubernetes的控制器 它会不断的在这里面去运行 所以呢整体的一个部署的环境和部署的这个模式呢 全都是呃有一个确定性的保证的 就是呃Cubevilla的控制器呢 会不断的向你的这个交付的中态去靠拢收敛 然后同时呢 它这个整个过程呢也是可观测的 呃同时呢Cubevilla会根据可观测性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这个部署失败了 那么它会去重视最终的达到一致的效果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自动化可观测性 并且是收敛收敛到最终你的生命式描述的中态 以及它是一个确定性的结果 如果比如说你的这个集群里面某一些资源呃 被误删了或者由于某些操作失败了 那这个时候还会帮你去重新的做一些恢复的工作 呃同时呢Cubevilla还可以帮你管理这样一个呃 跨环境的交付呃Cubevilla里面内置了一个呃 应用交付的工作流 当你部署到某一个环境以后呢 你可以做一些教验的工作 然后呢在教验成功以后呢 再部署到另外一个环境 那这一切的这个不同的环境也好 不同的云场上也好 它都是在用户的这个体系里面的都是一份的这样一个呃配置 用同样的一个体验去完成整个的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Cubevilla的这样一个呃 它的配置文件啊 它的这个Cubevilla的整体的配置文件的其实就是一个部署计划 这个部署的计划的名字呢叫application 然后呢它里面分了几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组件 这组件呢可以分为呃好多类型 就是你里面比如说是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web应用 或者说一个helmchart的包 或者一个呃云资源 或者一个teleform的模块 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Cubevilla的组件呈现出来 那区别呢就是这样一个type的不同 然后呢对于用户来说呢 它只需要填写比较简单的像镜像啊砖口这些 被Cubevilla抽象过后的字端 这个抽象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最佳实践 你在里面是填写的一个呃运为 或者平台管理员总结出来的这些实践 那Cubevilla里面呢也会有大量的开箱即用的组件 包括helm啊web服务啊 teleform的一些云资源等等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这样一个trade 也就是运为特征 那运为特征呢其实就是一个呃相应的运为 呃体系的自动化运为的一个范指 比如说呃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被访 公网访问的一个路由 或者一个自动扩缩容的一个策略 或者说一个部署的策略 那都可以通过呃Cubevilla的trade的模式呢 集成进去 呃第三个部分呢是这样一个呃应用的交付策略 这个应用的交付策略呢其实也是一系列的呃 呃像安全策略啊配置教验啊跨环境部署的一些策略 第四部分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呃流 这个工作流呢其实就是你的整个交付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定义的 比如说在一次部署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部署到开发环境 然后在经过验证以后加入一个人工审核 人工审核成功以后再去部署到生产环境 那对于每一个阶段完成以后呢 Cubevilla内部呢会有一个状态机 在这个状态机里面呢会记录当前这个阶段完成以后 它对应的所有的资源是什么状态 然后持续的呃面向中态的去保证这些状态是确定性的 呃然后Cubevilla呢其实是通过一个统一的体验来 把整体的这样一个应用呃管理起来 那这个统一的体验当然也包括云资源这部分的统一体验 呃比如说呃我们要创建一个云的数据库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Cubevilla通过呃和Teleform做一个集成来完成这样一个工作 用户在这个部署的过程中的同样的也是部署一个Cubevilla的这样一个呃应用 也就是一个交付计划 它整体是一个多租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呃 呃基于呃Cubevilla和Teleform这两者的结合呢我们把云资源的这个交付呢也变得统一了 呃然后呢我们在Cubevilla里面呢还有一个呃整体交付的工作流 呃我们知道其实在应用交付的过程中 不同的环境他们的差异性呢是非常的大的 比如说我们在开发环境呃测制环境中呢 其实它里面会有大量的呃需要调试啊呃远端执行啊日志啊还有技术设施初始化等等工作 然后我们的这个应用的创建的生命周期呢和呃云资源创建的生命周期呢他们是一致的 那到了呃这个预发环境就是这个生产前的这个连条部署验证的这个环境中呢 他里面的这个云资源呢可能他不是实时的创建的 因为你需要和不同的团队去连条 所以的资源呢都是通过呃绑定的方式呢去去创建的 然后同时呢我们可能在里面呢需要去使用可观的性的组件 而不是说去通过直接呃EXEC或者log这个用那个容器的login的方式去查看 所以呢对应的这个应用的部署的这个方式呢会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到了生产环境呢可能我们就有更多的差异性了 它可能涉及到一些呃运维监控啊流量的这个灰度啊等等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环境呢其实是呃它需要有不同的配置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应用的这个交付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这样一个环境的部署 比如说先部署到开发环境 然后呢做一些验证 然后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配置 然后呢验证通过以后呢再去部署到生产环境 整整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应用交付的工作流程 所以呢呃Cubella呢把这样一个应用交付的过程呢 通过一个workflow来整体的描述 这样的话呢用户对于对于这一个用户的呃体验而言呢 它其实是通过一份配置就可以完成整个呃跨环境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交付过程 一会我们在demo过程中呢也会去呃演示一下这样一个呃体验 然后呢Cubella的多机群技术呢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OCM来完成的 那为什么要选择OCM这样一个多机群技术呢 下面将由我的这个同事冯永来为大家介绍OCM的一些技术细节 呃大家好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冯永 在阿里云专永云负责容器平台呃 呃前面我的同事剑波给大家呃分享过呃Cubella这个项目 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OCM这个项目 依据OCM和Cubella如何构成统一的解决方案 并且这个解决方案呃我们怎么计划在阿里云落地呃 呃那最后呢剑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呃整体的demo 来介绍一下这个方案的具体执行呃 呃OCM的全称就是Open Class Management 呃它的主旨是呃在将Kubernetes社区的技术呃 托管到呃多极群呃火候云领域 让呃用户和研发人员在多极群和火候云的环境下 呃就像呃现在在呃单一呃Kubernetes集群内 呃一样使用他们所喜欢的呃项目和技术 呃呃OCM它已经具有相当长的研发历史了 最早是在2017年 由IBM的专用云容器团队呃 呃为了解决呃在企业环境下 Kubernetes的V2的一系列的问 遇到的一些问题而创造的新的架构 呃呃呃呃它在多极群环境下 那解决的呃问题跟呃Kubernetes的单极化解决问题类似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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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他也要相应的 他也要解决这个用户的应用 以及应用相关的资源 在这个节点内的分发问题 已经在分发的过程中 所遇到的调度问题 最后呢 Coopedate自身 其实也是一个编程平台 他由最初的Control Manager 到后面的CRD 以及Aggregate API 他提供了一系列的平台和技术 帮助研发人员扩展他的能力 那今天早上早些时候 我们团队的另外一个同学 金明也给大家介绍了 围绕着Aggregate API这一主题 也给大家分享了相关的技术 那OCM与Coopedate类似 那他在多集群和火候群环境下 也要去解决 首先解决集群的资源管理问题 包括集群的membership 以及集群上面部署的 特殊资源的管控和信息 他将分散在各处的多个集群 聚会成为一个整体 来为用户提供服务 同时呢 他也要解决应用 以及应用资源相关 应用相关的资源 在多集群的分发 以及在分发过程中的调度问题 同时OCM资讯也是一个扩展平台 他具有IDAM的framework 来帮助研发人员 将Coopedates的其他的社区的其他项目 遷移到多集群环境下 那OCM与之前的集群管理项目到底有哪些差异呢 像刚才提到的 那它的诞生之初是为了解决 Coopedify的微图 在针对企业应用在多集群 混合应用环境下的问题而诞生的 那Coopedify的微图到底遇到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模块整体架构的模块问题 Coopedify的微图是相对 金偶和的一个整体 研发人员很难在Coopedify的微图上 进行功能的裁减和扩展 其次呢 因为它Coopedify的微图 它的集中控制面的问题 我们它遇到了潜在的性能瓶颈 那我们在测试环境测试时 我们发现当集群规模超过50个以上时 那Coopedify的微图就会遇到 比较显著的性能下降 遇到了它自身的瓶颈 第三个就是安全性问题 那这个安全性提供在多个方面 首先呢 Coopedify的微图需要集群在 中央集群的注册 那注册时使用的token 就是Coopedify的管控集群 未来访问被管理集群的token 那为了满足需要呢 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相当大的权限的token 而且Coopedify的微图也没有提供 这个token的生命用日记管理的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可扩展性 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 Coopedify的微图并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机制 让研发人员对自身的功能进行裁减和扩展 那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OCM提供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那首先就是模块化 OCM其实是由一系列的子项目构成的 那所有这些子项目就像乐高玩具一样 研发人员和用户可以随意的选择 他们所喜欢的项目 聚合成为一个整体的方案 第二条就是Skillability 就是可观展性 我们借鉴了Kubernetes的设计原则 使用了Kubernetes和APS 类似的通信模式 那这样理论上 OCM可以支持的集训个数 和Kubernetes能够支持的集训个数是类似的 第三个就是安全性问题 刚才说到安全性在多个方面 我们不再需要在OCM中 我们不再需要在管控机群中注册 这个手动的注册一个被管理集群的法案方式 解决了这个被管理集群和管理集群的 自动化的注册问题 在零信任的条件下的自动化注册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不再需要直接与被管理集群通信 而是由被管理集群通过Pood模式来获取相应的资源 那在有些情况下 它也需要通信的时候 它使用的其实是被管理集群的 service count的证书 那这个service count就像K8中的 Client的访问中心基点是第四 那service count的证书也会 我们有相应的framework来完成 service count证书的定期化的refresh 这样就从两个层次上解决了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那最后就是可共产性 因为OCM的IDAM framework 那它提供了更好的扩展能力 研发人员可以在这个IDAM framework之上 来开发自身的多数据管理能力 这是OCM的整体架构 由库波威娜和OCM共同构成的整体软件站 就实现了应用和基础设施的生命周期管理 那他们是怎么 之间是怎么一起工作的呢 第一个 有库波威娜的workflow这个模块 通过解析 应用部署所需要的资源 来调用OCM的提供的最基本的work API 来实现这些资源在多基群的分发 那这些分发呢 对上层的科威娜都是透明的 那OCM在这个整体线 在整体决定方面 他都选择了哪些子项目 像刚才说到一样 OCM整体是像一个勒高积木一样 那在这个方案中的第一步 我们选择了第一个 选择了 API这个子项目 它来实现节点的生命周期管理和自注册 那同时呢 我们还选择了 API这项目之上的 两个 IDAM的framework 第一个IDAM framework就是SEA manager 它的工作就是来实现这个 被管理基群的service count的证书 在管理基群的refresh问题 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管理基群就可以使用 被管理基群的service count 来和被管理基金通信 那第二个IDAM framework 我们称为pox agent Pox agent它利用这个 AMP这样的一个项目 来实现 来和管理基群实现一个反向代理 在此之上呢 我们通过这个class gateway 来实现这个 request的自动路由 我们之前提到过 work project 它是通过poop poop这种模式 从被管理基群 来主动的获取 管理基群部署在被管理基群的资源 它有的好处就是 它的口线量基情 但是那另外有一点就在于 它还是需要对 已有的应用进行改造 需要让 应用将它 已有应用将它的request 封装为manifest work manifest work呢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信封 它可以包含任意的k8资源 这样有很多的可固然性的好处 但是刚才说到了 它需要对上端应用进行一些改造 那在这些应用 完成这些改造之前 我们也同时提供了 push的这种通信模式 那push的通信模式呢 用户可以使用已有的 cpy来完成 那我们隐藏了 通信所需要的安全和通路路由一系列的问题 由class gateway来自动的实现路由 用户不再指定这个 被管理机群的endpoint 而是通过机群名称 就可以很方便的 将这个命令分发到指定的机群内部 那有了这种整体的人间架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应用的 在多机群领域下的整体的生物周期管理 研发人员可以完成研发之后 将这个应用的镜像 提交到镜像仓库 同时将这个应用以 OAM模型描述的 部署资源文件 提交到get的仓库 由科威拉的订阅模式组件 来监控这些 进行仓库和订阅仓库的变化 当 根据预先定义的策略的变化发生时 科威拉可以主动的去 获取这些应用的部署资源 同时我们也支持这个客户 主动的Pool 来实现这个主动的资源处罚 那像刚才建模描述的一样 那用户可以通过一种应用描述方式 那科威拉就可以将这个应用 在不同集群环境下的条件进行渲染 使用OCM来屏蔽底层集群的差异性 将这个应用分发到各个集群环境下 来实现这个一次描述多地部署 这样的一个能力 最后将这个控制权就交给这个建模 OK下面进入我们的demo部分 我们的demo一共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配置这样一个GitOps的监听 它会监听GitHub的这样一个仓库和 Docker镜像仓库 然后第二步监听完以后它会自动化部署 部署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开发环境 去做一个调试验证 然后如果验证不通过 这个可以不继续部署 然后就中断 然后第三步就是本地的 开发者可以在本地做这样一个代码的修改 然后重新推送到代码仓库里面 后面的这个流程全都是自动化的 然后最后我们在开发环境的验证通过 然后可以做一个Approve的操作 然后我们就可以跨环境部署了 然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demo的环境 它都是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下面的 这样一个唯一的联通性是这样一个中央的集群 它是被这样两个子集群能够访问的 也就是说这个子集群里面会有OCM的这样一个agent去访问这样一个中央的集群 然后整体都是基于OCM的铺模式来完成的 好下面开始我们的操作 我们可以通过Vela cluster list查看集群里面的集群信息 然后我们现在有两个集群 一个是开发环境一个生产环境 这些集群的准备工作呢 由于耗时较长 我们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你也可以通过Vela cluster join这样一些命令来加入到这样一个 把子集群呢加入到中央集群里面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目录结构 然后我们的这个目录结构里面呢 一共包括三个文件夹 第一部分呢是一个应用的目录 第二部分呢是这样一个GitOps的监听 然后第三部分呢是这样一个 基础说是初始化的一些环境信息 我们先把这个集群信息呢部署起来 OK这样就部署起来了 然后部署完成以后呢 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过程呢 全都会自动化的去做一个部署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 这里面的内容呢 首先是这样一个监听 这个监听呢我们会去监听到这样一个 GitHub的仓库 然后呢它会监听这样一个分支 这个APP目录 所以这个文件呢 其实是在监听整个这样一个APP文件夹 然后同时呢它也可以监听镜像仓库 它监听的是这样一个镜像仓库 符合这样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信息 然后呢它会根据镜像的这个标记 是不是增加了 然后去触发这样一个自动化的 Bit的部署 然后呢它部署的过程中呢 其实会去替换这样一个镜像的子段 然后我们部署的应用呢 它里面就是包含了一个基本的web访问 和它的web的这个ingress 以及它的整体的一个多级群 多环境跨环境部署的一个配置 然后不同环境的差异化的信息呢 我们可以配置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 会监听这样一个infrastructure目录 然后这里面呢是两个数据库 一个是开发环境的这样一个云资源的数据库 另外一个呢是这样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库 OK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理论上已经付出好了 我们先整体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 OK整体都正常了 然后我们可以用Vila logs看一下它的确值 OK它在监听 Vila status看一下它的这个域名 然后我们再打开Vila logs 可以持续的看它的确值 OK我们来访问一下 好访问成功了 那我们怎么修改呢 就切换切换到我们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环境里面 那我们想要把这个页面呢做一些改动 这个页面是success 所以我们想要改一下success again 加一些字 好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代码呢修改 check in到这个 push到我们的这个仓库里面 push到仓库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 github呢配置了这样一个监听的流程 kithub里面配置了这样一个ci 这ci呢会自动的把这个对应的镜像呢 上传到我们的 docker hub的仓库里面 它会build一下这个镜像 这个cr的配置呢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样一个仓库里的模式啊 对ok这里就已经推送成功了 ls 就是我们的这个app的getaops呢会自动的做监听 自动修改以后呢它这里会重新开始跑 suspending就对了suspending的话就是代表的它会 啊它已经更新了应该 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页面 ok它已经更新成功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 它已经部署成功了 那么我们就呃管理员就通过了 所以呢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环节 也就是要跨这个机群部署了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valla的这个workflow呢 就可以执行一行工作流的继续resume resume myapp ok然后呢它就会开始继续的执行 继续执行 然后呢会继续执行到哪里去呢 执行到这个 生产环境的机群里面去 ok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呢都有了 那生产环境的这个 域名可能还没ready啊 就是ingress还没ready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日志的情况 那app 那我们有两个环境的日志 那我们想要看一下生产环境的日志 ok它已经 已经正在正常工作了 这个日志也是正常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此时呢 两边都成功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生产环境的 状态oksuccess again 所以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demo就成功了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1.2的roadmap 在1.2中呢我们将开放出一个GUI控制台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GUI的操作界面 来操作上述的这样一个应用交付的过程 同时呢我们会提供更好的监控日志 以tracing的能力能够让你非常可观测的看到你的整个应用交付的状态 然后呢我们也会提供和现有的CI的体系 以及CD的这个体系的一些结合的案例 大家可以从Jeggns的这个过程中呢 直接交付到Kuvela的这个系统内 不光是走GitOps的模式 其他的模式呢也都可以对应上 然后以这个一致的体验呢完成整个应用 开发到最后交付的全过程 然后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像AI啊大数据啊边缘啊等 场景的案例 大家也可以访问这些官方文档的这个内容 了解更多的详情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